教育局局長楊潤雄說 維持5月27日分階段復課安排 向學校、家長、校巴司機等發佈課指引 減低校園的感染風險 如果它是一個確診個案 當然會追蹤源頭 以及嘗試去看看還有多少它接觸的人 需不需要做一些隔離 我們會再看看它做完這些調查之後的結果是怎樣 去看看究竟對社會和對整個疫情的影響是怎樣 才會決定究竟是否嚴重到足以影響我們復課的安排 但到今天為止我們現在看 我們仍然是維持我們復課的安排 教育局家復課指引包括學生離開家門前要能啟溫 都學校再量多一次 校園內所有人都要戴口罩 保持社交距離、勤洗手 學校應該減少學生聚會、小組活動 適當安排學生分批回校和放學 如果需要在暑假補課 應該盡早通知學生和家長 至於跨境學生的安排 楊玉紅說 仍然與內地當局商議沒有定案